杨明山中山楼这两天气象焕然以惊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中国国民党党旗 在中山楼的每一个角落飘扬 中国国民党全党精英在这里举行这间的普通学会 是共产祝国的大势 在这里充满了中心的景象 今天阳光普照 鸟里花香 轻轻的空气 雨季的清风 是今天各位出席和劣席的人员 每个人的心情都额外的愉快 中央警力委员何文雄 今天中午把中国国民党台湘上总织部 兴建新中会纪念堂的成果 呈现给中央委员会 由中央常务委员向新国代表介绍 这座美轮美奂的清风堂 是海外建立的第一座宣建国库 宣扬三国主义的中心殿堂 呈现一次以后 大会主席团接着进行了第二个会议 古中全会的一式资料组 可以说是大会的幕后英雄 57位工作人员 中间掌管大会进行之前的资料 会场议案制度性和印刷等工作 单几会场分发的各种文件资料来说 每天存在一万件以上 每天的一场结束以后 独立体人员回家休息了 但是一式资料的工作人员 还要继续地工作到深夜为止 每个人都睡在办公室上中 他们一早还要起来 立刻开始工作 的确是非常辛苦 五中全会的全体出列席人员 以及工作人员 一千七百多人 每天中午的十二点 会议结束以后呢 都在中山楼的大餐厅里面用餐 这个大餐厅呢 每天中午所开的多数呢 在一百二十六桌左右 每一桌呢 做十个人 每一桌的菜呢 是四个菜 一个汤 汤呢 也就是复兴锅 里面的东西也很多 之外呢 还有两样小菜 饭也有 馒头也有 同时呢 还有水果 出列席的人员呢 每一餐都在这里 可以吃到很可口的菜 在做饭以后呢 他们就要开始 中午的休息 五中全会大会 为全体出列席人员 在三上三分的数年期间 准备了四部电影 让他们在中午和晚餐后 可以调整一下身心 今天中午演的是 忍者无敌 凭前和后天 一起加热演 新叶一周 中文主义的事实 和中演读 出列席的人员 对大会的这项安排 都觉得非常满意 有的出列席人员 也就利用中午的 这段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坐在休息室里 小碎片刻 或是阅读报纸 再不然三两好友 一起聊聊天 倒也其乐融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